今天年初五我來到鄉議局大樓 和鄉議局的同仁拜年 亦都是去聽他們的意見 我和鄉議局和鄉市的朋友 過去超過十年都有很緊密的合作關係 包括在06、07年我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到五年的發展局局長 和過去四年多的政務司司長 都是和鄉市有很多的溝通和交流的機會 所以今天鄉市的朋友 都是認為我對於鄉郊的問題是比較掌握 亦都希望如果我能夠選到行政長官 能夠是更加加強和他們的溝通 是可以針對性地去幫他們處理 他們現在關注那個議題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今天主要是一個聆聽的場合 沒有什麼說有一些很大的爭議 我相信在大年初五 大家都是希望能夠為香港 找到一條更加好的出路 所以都是需要多些溝通 多些交流 有沒有發展丁屋 丁屋和潛建的問題會怎樣解決 是不是都有些訴求 丁屋和潛建的問題 他們是不是都有提出一些訴求 你們會怎樣解決 會否放寬 因為過去四年多我就是做政務司司長 所以對於發展局跟進有關我自己做發展局長時候的工作 包括丁屋的潛建的問題 我就不是有第一手的資料 所以我都表示我如果是選到行政長官 我會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就著當天丁屋前面 李頌計劃發言的鄉事朋友 都告訴我 其實這個登記的計劃 都是一個正面積極的計劃 是一個挺好的安排 但是可惜 當時可能有一些新界的村民 未完全掌握這個計劃的原意 所以錯過了登記的機會 所以剛才在會上都有人提出 如果我可以擔任行政長官 基於我設計這個計劃的時候的了解 還有我比較掌握那個問題 是否能夠再去看一看這個理順計劃呢 我覺得任何提出 如果是依法辦事 亦都合乎程理呢 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由於我真的離開了四年多 那個直接的範疇 所以我不可以即時作出任何那個承諾 那你自己是發展交替的 當時的投資局政策 你現在的立場是怎樣的 這個不可以簡單來處理的 因為就著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在法庭有一個司法覆核 所以我就不方便現在評論 剛才在會議上 我都沒有去具體評論這個議題 大家知道我們都尊重香港 是一個法治社會 如果法庭稍後要進入去處理這些個案 我們都不應該公開做任何評論 就著發展郊區有沒有提出一些建議 大家都覺得香港現在是需要大力開拓土地 開拓土地有很多方法 但是可能都是來不開發展新界的鄉郊土地 所以更加特顯了 特區政府如果是繼續決心開拓土地 都要和鄉事的朋友和鄉議局 大家坐下來去談 究竟怎樣能夠更加可以理順到 大家的不同的意見 讓新界土地包括棕地的開發能夠做得成功 我都聽了一些意見 如果有機會在這方面做工作 我都會考慮他們的意見 他們有沒有反對